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应该不是糖尿病造成的 他听说要做静脉虚张手术才会好 不过脚上没有明显突起来的静脉虚张 心里不太放心 就来我们诊所检查看看 的确 静脉性溃疡的病程 大多是先出现明显突起的静脉虚张 接着才会产生伤口 少数情况 像是肥胖的病人 穿通之血管 深部静脉疾病 心脏衰竭 可能在没有明显突起来的血管的情况下 而造成静脉性溃疡 像伯伯的情况 脚上没有明显的静脉虚张 如果要确定是不是静脉性溃疡 可以做血管超音波确认 做完超音波检查后 伤口周遭的组织并没有静脉虚张 也没有发现明显逆流的血管 大影静脉和小影静脉的功能也都正常 也没有深部静脉酸塞 所以并不太像静脉性溃疡 慢性溃疡伤口大致上有以下几种 第一 静脉性溃疡 第二 压疮性溃疡 第三 糖尿病逐溃疡 第四 缺血性溃疡 第五 恶性肿瘤溃疡 虽然每一个脚上的溃疡伤口 看起来都差不多 不过每一种类型的伤口 都有它独特的形态案病程 必须由医师做详细的检查 才能够确定诊断 包含 一 要详细的询问病人的病史 二 仔细的观察伤口的位置 大小 深度 有无胜出疫 有无坏死的组织和交加 三 周围组织发炎的程度 有没有合并蜂窝性组织也 四 血液循环的情况 有没有周边动脉阻塞 还是有静脉功能不全 或静脉曲张 伯伯没有伤高的问题 而且检查周边动脉的脉动也都正常 所以不太像是糖尿病或缺血性溃疡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看伯伯的袜子比较紧 刚好束带的地方会压迫到伤口 有可能因为袜子摩擦和湿热 使伤口不容易愈合 我请伯伯先不要穿袜子 换两爽的鞋子来穿 保持伤口干燥清洁 加上抗生素辅助治疗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伤口就慢慢结痂愈合了 虽然我是静脉曲张医生 专门处理大眼睛脉和小眼睛脉的问题 但也不是所有病人来 一律都要处理大眼睛脉或小眼睛脉 详细的检查 对症下药才能给病人最佳的治疗方案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医学知识 欢迎留言给我或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